《阿甘正傳》 電影《阿甘正傳》裡面 阿甘的媽媽曾經對阿甘說過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 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口會吃到什麼樣的口味 我在外打拼了這麼多年 我也記得我媽媽曾經告訴我一句話 人生就像一個存錢桶 在沒有打開之前 你永遠不知道裡面存了多少錢 這句話深深烙印在我心中 我一直想要找回那小時候存著零錢的快樂感覺 直到有一天我到了斷代網 看到那可愛的貴賓狗存錢桶 終於我重拾了我小時候的快樂感覺 像是買到心中期待已久 玩具的那個雀躍的心裡 或者是在炎熱的夏天中拿著一瓶冰冰涼涼的飲料 那種小確幸 喂 花甲哈 我說的是炎熱的夏天 為什麼你穿著長袖 所以要穿長袖啊 算了吧 你已經夠黑了 不用防曬了 諸如此類的 當我看著可愛貴賓狗存錢桶的時候 就讓我想起這種快樂高興的小確幸 所以趕快來斷代網選擇一隻 讓你快樂高興的貴賓狗存錢桶 崖沈早洒 台北 miriam 我 去 evalu Medicaid spiral